那我們昨天的 在中期的輕症無症狀是 3098人 很遺憾的增加了5位 這5位的中重症 那有4位的中症 那有一位重症的死亡 有一位的死的死亡 所以總共現在的一個輕症 總共現在的輕症的無症狀的比例是 占99.68 今天增加的5例的本土中重症以上的 這個個案 那都是我們大概3月底以來 這一波的本土疫情的通報個案 那 其中死亡的這一位是90多歲的女性 住在北部 那她有這高血壓跟帕金森市的 這個慢性病史 那在4月2號發病 4月4號確診 那她沒有接種過任何一劑的疫苗 那在住院之後 其實就有發現說有 氧氣比較低的狀況 血氧濃度低於94% 也需要使用這個氧氣鼻管 後來也升級到氧氣面罩 那經過這個X光跟一些檢查 後續她有發現說有 病發這個細菌性的肺炎以及敗血性的休克 那雖然經過 瑞德西偉 抗生素等等這些藥物的治療 還是很不幸 在4月7號的時候過世 她是有入住到家戶病房的 所以我們的分類是屬於重症 以及死亡 那就是我們 這一類 今年來這個本土的病例裡頭 第二例的死亡 那另外有4位的話 都是分類在這個中度 並沒有住到家戶病房去 那就是有可能那個一時的這個氧氣較低的 一個狀況 其中這個90多歲的這一位有高血壓的病史 70多歲的這一位呢 有糖尿病 慢性腎病跟心血管疾病的 病史 這兩位較高齡的跟我們死亡的這一位一樣 都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 那另外有兩位年紀比較輕 50多歲的這個男性 那都有接種過兩劑或者是 三劑的疫苗 那這兩位雖然說在初始檢查的時候 血氧濃度都有偏低 不過X光看起來都是沒有肺炎 本身是有這個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有肺癌的病史 那經過治療之後 事實上都穩定 這後面的這4位中度的個案 是都住院當中 但是都不需要入住到家戶病房 這就是以上這個5位的一個整理